十年前 神王自愿被关进天下地狱 从此 杳无音讯 时间到 不好了 监狱长 犯人们暴动了 丛林之王 父死民王 杀戮羞虏 全都反了 兄弟们成不共了 什么 这天下地狱 他们也敢造反 快 开心游戏神王 神王大人 从您出手吧 我可以马上放你出狱 我要是想出狱 用得着你们放 本座就像图个情景 可你们却一天也不消停 荣誉 死亡 无奸令狱 神王出世 一指令出 莫敢不从 神王 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 放动 越狱 每个人增加刑期一百年 现在 管轨在这的房间 听不发我 凭什么 我们三巨头 如今早已不无话境 神王 你挡不住我们的 我说无意 杀了他 为了自由 你做情多强 天天 化尽 王者 你去挡意 没少礼服中 恭送神王出狱 恭送神王出狱 参见神王 参见神王 我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是这帮家伙 大半夜不睡觉 叫我休息 所有参与此次暴动的人 全都增加五十年刑期 请这帮神王号令 请神王调难 何物 童林之王的 帝王至宗寒 杀陆修罗的 血龙剑 还有部属灵王 魏玉云城 宁敬天宗耀寺 你就是叶无道 帝都叶家的那位妻子 你可还记得 曾经跟你有过婚约的 几位女子 好像是有几份婚约 记得就好 今天 我们是来退婚的 柳文 不错 又是退婚 你本是帝都叶家之人 号称帝都出楼 只可惜一招失事 被赶出了帝都 沦落临城乞讨 后又 因罪入狱 动了至此 现在 我们都已找大成人 一振一方 而你叶道 只是一个囚犯 不知影 我是个囚犯 不能介绍我自己了 我 林如宾 龙国第一名战将 在江西 崔璨的龙国 也有一席之地 说一句 前途无量 也不为过 所以这婚 退定 你有意见吗 你开心就好 我固然 帝都不加千金 抱歉 你配不上我 这婚 我也退了 还剩一个 你想退婚 我可以成全 我 云城唐家之女 唐雪姨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这婚 我不退 不退 你说你是唐雪姨 你是雪姨妹妹 吴道哥哥 你想起我了 我来见你出狱 本江神域 战胜笑容 翻箭时光 起来吧 是 圣王 江城各大豪门 为我举办了一场 截封宴 到时 您要是有空 希望您能赏光参加 这也是 属下的热心 好吧 我去一趟 多谢圣王 还有一事 国主知道 你喜欢饮酒 他一宗国库 挑选了这一瓶 从唐高宗时期 流传下来的 穷江御叶 龙国 仅此一瓶 不仅如此 国主还为您 举办了一场神王宴 届时 江南省各大豪门 都会前来 也包括 杀害您母亲的头领 帝骨叶家 到时 国主会为你 亲自有冲 国主有心 我本想亲自去 这样一来 到底有什么事 神王 我现在不能去结婚院吧 不必了 我想亲自走 神王一针至酒 堪称神话 神王一针至酒 堪称神话 战 怎么又是你 做人要有资质之名 怎么哪都有你 没事吧 我是来参加街坊宴的 真是无可救药 刷新的 我对接下去的认知 你怕是 连何为邀请函都不知道 有 算了 我理解 你想见大人物的心情 可以给一个特点 不过 这是最后一次 对他进去 我的家序 云成奇的恶 功大上 你背着我亲亲 也无道那个废物出狱 是不是成奇让我在这 接风夜上 我为云成的笑柄 爸 这婚约都是之前定好的 你怎么能出尔反而 你 我说妹妹 你怎么就一根精 死一时比一时呀 方朱业无道 那是帝度的雏龙 现在呢 老改犯吗 你 武道哥哥 你来了 混账东西 谁让你进来 方小一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没个轻重 今天什么场合 要是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唐家带一个老改犯进来 以后云成的人怎么看我唐家 他说着 你看他 好了 那些藏家不够凶人 就让他留下了 就算让他 这也是你 毕竟以后 他一辈子 也担家不了这种场合 啊 这里有人坐 哎 那里也有人坐 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不可以坐着 给我滚到鸡脚嘎拉去 别给我出来丢人现眼 哥 我闭嘴 小一 这位距离看来太远 小龙战神上场 你也看不清楚 走 我带你去前面 哎哎哎 你 放这 你烦不烦 怎么还跟着我 敢问九凤战将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 在我看来 他不过就是一条 硬网上贴的臭虫霸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听到了吗 人家不认识 赶紧起来 在这儿盼什么关系啊 这可是一号桌 能坐到这个位置的 都是形成手续一纸的大人物 我道德 我们去门口吧 一号桌 需要今天邀请盘 我们堂家也是混得很大一起 才拿到普通邀请盘的 我们堂家 不配所带的 谁说你不配 抱歉 当诸位失望了 邀请函 所有用 好啊 竟敢伪造金边邀请函 我就知道 监狱那种地方 没什么好人 肯定是伪造的 你就是作死 你不能连在我们堂家里 等等 这邀请函 是真的 什么 什么 是真的 变不到 这金边邀请函 是我亲自建筑制作 邀请谁 不邀请谁 我心里都有数 你这个邀请函 到底是谁给你的 云城麒麟子 龚云飞 龚少道 龚少道 龚家本就是第一号门 有出来的麒麟子 两个男友 这龚云飞 年轻轻 就有龙奔尘子 这以后走出银城 制罢江南部 我还听说呀 龚二爷和九份战将 大家久等了 骁龙战神稍后就到 战神正在跟我二叔商讨 接见一位大人 我被允许旁听 所以可以给大家 透露一个天大的消息 一周之后 将会有一场盛大的宴席 举全省之力 就连国主都要历领 最后敲定 由我龚家负责筹办 此次宴会 哎 好好好好 哎呀 龚家能获此殊荣 真是可惜可责 龚家鲜林子 我说名不虚传 只可惜 我这龚娘 故事抬起 非要跟一个老敢败在一起 你就是业无道理 我听说的 如果你还在帝都 今天没准 还能和我骗起 但是人的命 听说天 嗯 你别以为 你凭借着帝都业家的身份 混到一张邀请函 却有资格坐在这儿 给你三秒钟 从这儿给我滚出去 就当我没见过你 你觉得你有资格让我滚 很好 刚才我要教你认清一下现实 我龚家财富百亿 随手送唐家主一块收入 都价值百万 你呢 你又能给唐教带来什么 这人呀 有点远 你说你有手有脚的 去工地搬砖不好吗 怎么就非要当客住手 是啊 那个龚大少一出手 就是好几百万的名表 我这脸上也有光啊 爸 我又不是一件商品 不是谁钱多就嫁给谁 再说了 贡云飞他又不缺女人 又不吵这一对 哎呀 住口 这是什么场合 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啊 那个 他比不过工作 是他没用 你要找借口 现在是比谁送的礼物贵重是吗 原本 我是想等到拜访唐家的时候 再献出我的诚意 既然这样 我就提前把礼物送给叔叔 这是什么 唐朝时期 欲供穷将 稀释真品 欲供穷将 稀释真品 不好意思 摔碎了 一会等小龙战神来了 不会拿我心事问罪吗 好怕怕哦 我警告 你闯祸 骄龙战神那是什么大人物 连我都要逼婚逼近 他会和你一起饮酒 真是笑话 哦 县邀请函 又想拿假酒和战神攀关系 呀 你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只可惜啊 被你接穿了 服务员 把垃圾清理端进 等等 我说的 我说的垃圾啊 谁怕 这假酒呀 好歹还有酒味 你就是个真正的垃圾 浑身扯 我闻着酒口气 让你把它给我清理出去 小龙 让我来参加你的接风宴 就是这种待遇 还不快给我滚出来 滚着 敢说骂骄龙战神 你这是在找死 疯了 疯了 是他自己胡冤乱语 可跟我们谈下 没有半点关系啊 北疆神域 骄龙战神到 骄龙战神到 骄龙战神 小子 刘宠女对我 就当了骄龙战神的命 他再说一遍 走 我们去你凶骄龙战神 无道哥哥 公家位高权重 公二少 又是骄龙战神的得力战将 地位非能反响 一会儿你一定要道歉 不然我保护不了你 无妨 给他骄龙十个担子 他也不敢这样 这 莫非是神王大量 不喜欢这份 骄龙战神 请您赦罪 都是这个小子 他不知道从哪搞来的 夹去 口口声声说要与您共鸣 真是可笑之计 我一继续下 就让他球打碎 还没来得及收拾 是你打碎的 你知不知道这份穷江玉岳 价值多少 全龙国仅此一瓶 是无价值宝 什么 这不是假的吗 假的 谁告诉你是假的 我这些酒比起来 不知道墙多少倍 简直是跟天谦户 啊那个天神大人 我我我要举报 我怎么说 我举报业务道 他刚才在辱骂你 还让你滚出来 这是对您总大无敬 新年您来了 他还不出来迎接 这这这简直就是罪上加罪 虽无可恕 我我爹 我 不错 请战神大人仁耻也无道 我看你们是误会什么 九 想必大家有所耳闻 此次接封宴虽然是为了迎接我 但是我骁龙 只不过是蒙前族而已 下一周的神王夜 才是重中之重 神王大人 才是我们要迎接的大人 今天宴会上也有一位大人 让我们共同举杯 一起敬这位大人 龙大少 连战神大人都称呼你为他人物 想必是看上了你的发展潜力 你将来必定是一飞成天 小龙战神实在不敢当 这杯酒敬您 你的意思 这杯酒是敬你的 难道不是吗 你算什么东西 就连你二叔在我手底下 只是一个小兵 先是打碎绝世家酿 现在又不知好歹 你们公家太让我失望 我宣布 从现在起 取消公家举办神王宴的资格 战神大人 这不都是说好的吗 你怎么能反悔 战神大人 我求您收回城面 我意已决 怪就怪你得罪那位大人 尖封宴败到这种程度 不办也罢 惹怒了那位大人 就是惹怒了我 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 学义 我有点事情出去一下 唐学义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干那个垃圾在一起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郭云飞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不许动他 走着瞧 唐学义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公少都不愿意搭理我们唐家了 取消公家举办神王宴会资格 三天后将用拍卖会竞拍举办权 由于神王宴规格甚高 此次宴会的举办权 起拍价十个亿 有意者皆可参与竞拍 如果举办权落到我们唐家手里边 我们唐家岂不是一飞称天吗 爸 那起拍价就是十个亿 咱们唐家的财力 算了算了算了 爷爷 你别说我不跟你机会 你不是非要跟叶无导在一起吗 好 解决了竞拍会 我就答应你们的婚事 顾大小姐 我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帝都大小姐的身子 不过我也是堂堂天海大酒店的太子爷呀 我不算太差 钱家豪 我已经和帝都顾家闹掰了 如果您仅仅只是为了我的身份 那你还是找别人去 你别这样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有婚约了 这个男人 就是我的婚约对象 无聊 对 今天除非 你告诉我你和顾女神没有半点关系 否则 你别想走 离开 滚 你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上次在这个天海大酒店 对我不敬的人是什么下场 老子亲手一颗一颗把他牙掰下来 让他跪着从这儿离开 明白了 真是过躁 再敢多说一句 这把叉子对着了 就是你的嘴 你又懂 你知不知道 这天海大酒店是谁开的 是我爸开的 在这里 老子就是这儿的王 你记得逼死我一 也不到 这里可是天海最大的酒店 无论是战神接风宴 还是一周以后的神王宴 都要在这儿举办的 你惹了他没好火的吃 五分钟之内 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天海大酒店一煮 还有一个烦人的苍蝇 一直对着我嗡嗡的叫 顾大小姐 我没听错吧 这个非我再说什么呢 五分钟之内 让我天海大酒店一煮 你还真够狂妄的 叶先生 这收购合同 请过目 王经理 你是不是疯了 联合外人一起过来骗我是吧 我劝你赶紧把合同拿回去 要不然老子让你滚 我害怕 你个小王八糕子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呀 现在张文王把枪都挤到我脑门上了 天海酒店一煮了 我 我没有得罪什么事 我 喂 坐 您已经不是所谓的太子爷了 现在可以滚了吗 好 我 还有你 以后不要拿我当场的 喂 学一 我就在西三金融 好 我再去过去接 学一啊 你和那个垃圾有过公约 那我问你 你们睡过吗 你 你问这个做什么 是你着我借钱参加金牌会的 是你着我借钱参加金牌会的 我们两个前几天才见面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公少 我知道你是我们云城的首富 所以我们还是谈谈和我们唐家融资的事情 学一啊 你知道我对你是一片正心 但是你非得和那个垃圾在一起 我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吧 你赔我一晚上 我就给你一个亿 两碗 两亿 以此类推 怎么样 公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风云飞 本来接风宴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你个废话在这干什么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吃西餐吗 你也回去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配来天海酒店 吴道哥哥 你别惹事 哥文云飞和天海酒店的太子爷是朋友 可不是只是朋友这么简单 看到这张卡了吗 高级贵宾卡 全云城只有三成 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简单来说 在这家酒店里 我就是土皇帝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我让你滚出去 你就得滚出去 还有 在门口立一块牌子 上面写业无道和狗 禁止入内 公少 请你马上离开 你说什么 真大你勾眼看清楚我是谁 想造反吗 抱歉公少 董事长吩咐了 叶先生 是我们天海酒店最尊贵的客人 所以离开的人 是你 你干什么 敢动了 我就叫上铲瓶你们天海酒店 等等 八次前台 在门口立个牌子 公英飞和狗 不正经 谁 要到你给我等你 我跟你们一会 无道哥哥 你是不是又用你帝国叶家的身份了 没有 谢爷 你还说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天海的人都听你的 你知不知道 一旦被拆穿 后果会很严重呢 是 还有 还有 你以为我愿意和公英飞吃饭陪的笑脸吗 那不都是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吗 你这叫 招摇撞骗 雪姨 听到了吗 这个家伙又在冒充自己是帝都气少的身份 我就说他怎么可能让天海酒店给他线上合同呢 叶无道 你说你这么做帝都叶家知道吗 你说谁有病 我看你才有病 既然你投靠了唐家 就安分的做一个上美女婿 虽然说当上美女婿很丢脸 但是你在唐家也可以一生无忧了 能娶到像唐雪姨这样的美女 你也不亏呀 你还没资格教我做事 以后离我远一点 你 滚 朱宾 你没事吧 这个业务道果然是个囚犯 下手竟然这么狠 要不是因为你厉害 没准 不是我厉害 是我躲了 没躲开 他倒是有两把刷子 只可惜太过卑微 入不了的你 对了 我已经打听到了神王大人的居所 你不能去一趟 只要找到了神王大人 你的事就会迎热而见 神王 如宾 你竟然打听到了神王下榻的地方 就是这儿 云顶天宫 据说是不死名王的私产 放眼整个云城 这儿都是最豪华的住宅 一般人根本没资格入住的 也只有像神王那样的大人物 才有资格入住的 可是 神王地位尊崇 他会见我们吗 放心 我和你的地位都不敌 再者说 以我们的容貌 不信神王不动于众 走 九封战将林出兵 帝都千金 固然 久仰神王大名 特来拜见神王大人 怎么又是这两位 我不跟有兵的人接触 你们走吧 有兵 跟兵 神王大人这叫什么意思呀 难道说你们俩这个地方得罪了 这不应该呀 我们连神王大人的面都没见过 怎么会得罪他呢 太奇怪了 不过我们不要放弃 明天早上我们早点来 神王大人 刚刚得到消息 叶家宣布将在唐雪爷的生日宴上 让顾云飞和唐雪爷求婚 交换条件是 公家为唐家博款实力 入于参加神王业会的竞拍活 啊 我这就去叶家一趟 哈哈哈哈 公少 那我就等着 生日宴那天的聘礼了 唐家主 哎不 应该叫 未来岳父 你放心到时候聘礼肯定会让你们眼前一亮 雪爷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龚少对我们家不保 你赶紧跟龚少多亲近亲近呀 去啊 哎 雪爷这不是害羞吗 不过你早晚都是我的人了 来 让我先抱一下 哎你干嘛呀 五月赔 拿开你的脏手 呦 你还敢冬眠啊 我看你小的就不怕死啊 我为什么不敢冬眠 雪爷 如果是因为钱的事情告诉我 我再解决就好了 吴道哥哥 你还是快走吧 你解决个屁 工少马上就要给我们家拨款十个 十个亿啊 把你小子卖 连个零头都不够 说来说去 那就是钱的事情吧 这张卡里我不知道有多少钱 但至少是一百个亿钱 密码是六个八 哈哈哈哈 你随便拿一张破卡 就说里面有一百个亿 什么卡 游戏卡 哦 那里面倒真有可能有一百个亿 一百个亿的游戏币吗 哈哈 你真是笑死我了 够了 野狐道 如果你不想死 赶紧滚出游戏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冒充帝都叶家大少爷的事情已经百老了 哎 我已经通知了叶家 他们不是就来云城 哦 那我要感谢你 因为正好要找到死章 老改犯就是老改犯 出了狱 你总能想出一些温文喜的道 你不看看 你什么德行 你真以为我们会相信你一句话 就能收购天海大酒店吗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喂 让天海大酒店的董事长 马上滚到他家了 吴道哥哥 你这是做什么呀 还嫌事情不够断吗 钱董一旦来了 接穿你的伎俩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呀 哎 你别拦人了 眼 你接着眼 我都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实话告诉你吧 钱董 已经归顺了张龙了 得罪了他 你倒是够连死 我不知道怎么死的 哈哈 赶紧出去 我可不想让唐家见血 我会记 钱董事长到 钱董事长到 钱叔 就这样 你给我禀开 叶先生 哎 钱董 你你是不是搞错了 钱叔 你真的搞错了 这家伙就是个诈骗犯 他已经不是帝都叶家 他就是叶家计辞 你给我滚蛋 帝都叶家算个屁 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吧 你们认为 我和你一样语传 从现在开始 天海集团和你们公家的一切合作 就此了解 钱叔 我们可是嗜酒 你怎么能这样 哼 还有你们唐家 我警告你们 最好对叶先生尊重一些 否则 哼 你们这辈子 别想来天海酒店 还想参加什么 神王业 做梦 唐小姐 张龙王听说 你有资金周转的需求 这位是银行的一位朋友 你如果有需要 可以联系他 如果你们有什么事 那我就告天了 这 借我刀 去把这我算在你头上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命啊 公 公子 哎呀 这怎么办 好多个人的婚事 惹怒了公家 全炮汤了 爸 都怪这个叶武道 要不是因为他倒了 这公上也不可能突然离开 对 就怪这小子 行了 安静 都听我说 叶武道 你能让田四海低头 说明你多少有点本事 我不在乎你老改办的身份 但我唐家的女儿 也没那么好娶 让我唐家成为 神王业的举办方 我 给你这个机会 爸 你这不是为难武道哥哥吗 武道哥哥刚出狱 要钱没钱 要人卖没人卖 他怎么可能做到呀 哼 你就别想再帮他了 小燕啊 带他到房间 生日宴之前 不许他出来 爸 武道哥哥 雪姨 你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行吧 你妹妹 对这个劳改犯 太痴情了 我真不知道 你妹妹到底怎么想的 你不觉得 叶武道能让前四海低头 这背后有猫 那你的意思 我倒要看看 他在背着我们 玩什么花样 是他 出手 放开他 小子 把你滚 跟你没关系啊 小子 你是什么人 云城可没你这样的高手 也无道 不过他们的习惯 从我神王 什么 神王 你 你真的是神王 据说神王在监狱 一招秒杀了三大王爪 果然是真的 请神王饶命 启禀神王 是帝都叶家 叶家和顾家早有辉悦 但固然逃婚 叶家一怒之下 让我抓他回去 又是叶家 神王请留步 我回去也无法交菜 愿为神王效命 做我牛做马 在所不辞 算了 云顶天宫还需要给打扫卫生的 你去吧 多谢神王 我就说嘛 一个老改犯 怎么能让公少吃鞭呢 这可是豪华别墅区啊 怀里抱着的 竟然是帝都的千金 固然固大小姐 夜无道 你比老字眼的花啊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一直没回来 担心死我了 我没事 我就记得我昨天晚上 晕倒了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里 是云顶天宫 这么说来 昨天晚上救我的 是神王大人 看来你都不需要 帮你神王大人了 你们的缘分 连我都羡慕 你来这儿做啥 我住在这里 出去买一趟早餐 有什么问题吗 你住云顶天宫 开什么玩笑 我对你的警告 没有用是吧 你现在都跟踪我们 都跟踪到这儿来了 跟踪你们 你别用你那拙劣的手段 来吸引我们军医力 我和固然 你谁都配不上 你还要说道子 喂 你从唐家跑出来了 好 我这就接你去趟银行 记住 走的时候 记得把门关上 真是个神经病 还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您是林金月林前辈 晚辈九封战将林如斌 敢问 您怎么在这儿打扫 这里是神王居所 我为神王服务 难道不应该吗 看来这里真的是神王的居所 敢问林前辈 神王现在人在哪啊 我们刚刚在云顶天宫 看了没有人呢 您知故问 他不是才刚刚离开吗 唐小姐 十个亿虽然不是小数目 但是有钱总做担保 信誉肯定是有保障的 太好了航长一个月之后这笔钱我们会如书奉还的 吴道哥哥真是太好了 有了这笔钱我们就可以参加神王的竞拍了 也算完成唐家交给你的任务了 对 你这次脱保出来专门为了帮我 其实没必要 真的 祖广长 这笔钱你不能带给他 光绍 郭云飞 那么哪里都有你 凭什么不能带给我 就凭我有这个 这 这是帝国至尊金卡 全球发行量不足十张 每张都有百亿的恶度 龚大尚 您竟然有帝国至尊金卡 我问了银行那边的朋友 这张卡确实是至尊金卡 也算 你这是从哪得到的 怎么连区块密码你都知道 爸 这你就不用管了 这就是天降狠猜 我们公家不发达都不行 没错 我就是至尊金卡的客户 全能国的银行 我都是最尊贵的为爱心 现在 我还有资格 请他们离开吗 我要你专门接待我一个人 有 当然有 陶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钱不能借给你们了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你钱总的面子 不足以让我得罪 金卡客户 这卡 怎么这么熟悉 啊 我想起来了 这是吴道哥哥昨天给我们的银行卡 被你拿走了 你开什么玩笑 业吴道你张金卡只不过是和我这张至尊金卡有些相似罢了 而且再说 我有金卡不奇怪 这个废物有金卡才奇了怪了 你 雪姨 我早就跟你说过 在云城没人斗 神王宴上我们公家必将大放一赛 是吗 你们公家 不怕连竞拍神王宴的资格都没有 你放屁 睁大狗眼看清楚 这可是至尊金卡 这里面的钱足够办一百场神王宴啊 赶紧取出来 让我们都见识见识 说房长 现在方便取钱吗 密码六个八 还说不是吴道哥哥的卡 吴道哥哥的卡密码也是六个八 这一 一会儿他就嚣张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银行的短账系统 请输入卡号和密码 密码输入成功 请输入您的指纹 还有指纹 别的银行卡只需要输入区块密码就可以了 但是至尊金卡 每一个客户都是不一无二的 必须不公入指纹验证 只有确保是本人才能取钱 怎么 龚大少不会连指纹都没有吧 你才没有指纹呢 我还有点事先走吧 等等 你个想验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朱皇长你不管吗 指纹验证失败 龚大少 这张至尊卡 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了 这卡是我的 你放屁 我查了 这张卡的上一张卡主 是境外强者 丛林之王 没错 是他们卡 转到了我们的账上 现在就胡说八道 那丛林之王是什么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认识他 还把这么尊贵的银行卡 转给他 这就是无机之谈 好了 谁才是这张至尊卡的主人 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这位先生 到底呢 质文验证成功 您的银行卡余额为 五百三十二亿三千万元 原来您才是 这张至尊卡的持有者 刚才是我吃饼 来人 用最高的规格 款待我的客户 这不可能是我二者 我承认 这张卡确实是这个小子 但是你认为 他真的可能有这么多钱吗 他就是个脑改犯 我强烈建议你调查一下他 这张卡肯定是他偷的 全球只有十张的至尊卡 你封一个试试 就算是偷 那这指纹验证又算怎么回事 龙大少 我认你很久了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他偷了 喂 唐远阳 老子耐心是有限的 如果你妹妹再不屈服 就别怪我断了你的财务 别别别 龙大少 您别着急呀 我们唐家 都认您这个未来女婿 况且 我已经拍到了业无道和固然的苟且证据 什么 你是说 帝都千金固然苟且 对对对 我就说嘛 这小子怎么可能有至尊金卡 原来是给别人当了小白脸啊 现在这一切就解释得疼了 不到 哥哥 明天我的生日宴上 龙云飞肯定会向我求婚的 他就是想利用神王竞拍会 来蛊惑我们唐家 不过现在好了 你有了至尊卡 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龙云飞不值一提 原本唐家是你的家人 我才一直隐忍 但如果唐家继续助纣为虐 我不介意让他们 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叫你回来准备生日宴 你带这个劳改犯 回来干什么 臭劳改犯 也敢冒充我们唐家的女婿 实相点呢 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们唐家确实有点高攀啊 都过不计较 不要脸的东西 一个大男人 苟杖人士还到处装逼 我给你看看 公少只是给我透露了一点 武士的内容消息 我就赚了 小赚 五百万 你比得起吗 股票 什么 三阳科技 说了你也不懂 不懂 自然会有名的 喂 周航长 三阳科技是这股票 你了解多少 好 我明白了 我会给你权限 你来操作 三阳科技是一只垃圾股 我劝你看 你们泡的 小子 你也懂股票 人家这是不懂装懂 我看 就土别一个 老公 怎么震跌了 你懂什么呀 股票涨跌 那是正常的事 小福震荡而已 不 不是真的 是皇爹 跳水 要老公 你快看看手机 快 怎么会这样 该死 三阳科技爆雷了 跑不掉了 我可是 买了五千万啊 业武刀 你赔我钱 你给小白脸 哥 我不许你这样说他 你知不知道 武刀哥哥 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那张至尊金卡 是真的 里面的钱 足够我们金牌 十方店的举办权了 你放屁 你就是太单纯了 你被这个野男人给贱了 来来来 你看看 看这什么 看见没 也无道 你也给我挣大口眼 好好看看 这个人 这个 是不是你 我错 是我 承认了就好 承认了就好 什么天海大酒店也好 至尊金卡也好 三阳股票 大跌也好 你真以为这小子 有这个能力啊 啊 被固然包养了 都是固然的 幕后操作的 你真的是 被人卖了 还在背后给别人数钱呢 我的傻妹妹 武刀哥哥 这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被 帝都千金 固大消息 固然 帝都千金算什么 他也被包养我 我配 一个吃软饭的窝囊费 现在还想 占我们唐家便宜 怎么 谎言被拆穿了 不承认 还在这说疯话 真是可笑啊 沈王大人 唐家这对夫妻 还真是极品 剩下的 交给我就可以了 好远洋 你自己屁股都没擦干净 还在这冤枉别人 我看可笑的人是你吧 什么 姓丹娜 大爷 竟然敢背着我在外面 帮养小三 什么小三 你别胡说 你 你 求求你 你给答应 他就打我 老老老 可是人家气的 还说别认识小白脸 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给我闭嘴 小爷 你嫁给龚大少 以后呢 你们就夫唱夫随 龚大少在商界 大杀四方 你呢 你在家里负责管钱 我们唐家 也可以沾一点光吗 就像 我跟你 嫂子 夫唱夫随 我真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 被雕在一棵树上吊死 他妈找了一棵歪脖子树 林小远 你个臭婊子 竟然敢挪用公款 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去了 你是不是去帮演男人了 我 老子 你不能闹死你 我都赢了 住手 韩不先丢人呐 这一样 你哥说的对 明天生日宴上 你一定要答应龚大少的求婚 人家是云城的旗人子 还一百个也无道 也比不上 更何况 还一而再 再而三的欺骗你的感情 我没有欺骗 韩说没有欺骗 现在证据确凿 无道哥哥 别人不相信你 但是我相信你 你先走吧 明天的生日宴一定要来 好吧 明天的生日宴 我会给你个天大的惊喜 什么东西 如宾 你说 叶无道不会真的是神王大人吧 怎么可能 这样吧 你不是把那个信物班纸 落在了明里天宫吗 明天我说要参加 唐雪义的生日宴 业务道肯定会去 到时候你当面问清楚 也好 神王大人 我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班纸 应该是哪位大人物献给您的 送我礼物的人太多了 我也记不清了 对了 让张文王准备的礼物 筹备的怎么样 好 这是张龙王让我交给您的 另外 他已经通知了云臣诸多大人物 都去给你未婚妻捧 这是 这是 神王大人 这是随后珠和和氏碧 那是失踪数千年的国宝 有株连碧盒的美好意义 价值不可限量 看来张龙王把鸭箱底的宝物都献给您了 株连碧盒 算得张龙王会办事 今天是我女儿唐雪衣 二十四岁生日 非常感谢诸位的到来 其实本来我没有打算搞得这么隆重 但是呢 云城麒麟子 龙云飞 龙大少 有意和我女儿 坚称 行进之好 龙云飞又结婚了 这次的对象竟然是唐家千金 看来唐雪衣也不过如此呀 终究抵挡不过 龙家的金钱公事 所以呀 今天是 双喜临门 我听说这次龙云飞也下了血本 不仅送了价值不菲的聘礼 还要帮助唐家助攻神荣燕的竞拍呢 这次龙云飞又结婚了 这个是我们龙氏集团旗下 两家公司的转任薪 价值八百万 哇哦 龙大少真大访真厉害呀 好啊 龙大少 我认是有心之人 这屁语啊 我就替我女儿入家了 爸 你有什么资格去替我做决定 够了 在我们唐家 我事事顺理你 事事依着你 才让你教官成性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忧不得你 龙大少 就是我们唐家的成容快息 要说起这个 无道哥哥才是名正言顺的 唐雪怡 你还惦记那个无道哥哥 实话告诉你吧 你的无道哥哥 他是没脸来了 说不定这会儿啊 正在伺候着 毕都的千金大小钱啊 无道哥哥答应过我 他一定会来的 你醒醒吧 他知道你今天过生日 也知道龙少就来提亲 而他呢 又准备不出像样的聘礼 所以他肯定是不会来的 因为他没脸来 他答应过我 一定会来的 那他人呢 哪呢 有的 有的 真是可笑 我看他呀 就是不敢来 谁说我不敢来 谁妹妹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希望你年年开心 平安息了 无道哥哥 这是什么呀 这是随猴猪和何氏碧 遇着我们猪连碧行 谢谢无道哥哥 我很喜欢 你说什么 你把刚才说的话 再说 随猴猪和氏碧 你不要让我笑掉大眼 你们都听到了吗 世人谁不知这两件宝物 乃是国宝 价值不可不量 这你一看就是假的 不对 兴许是我眼国 我忘了 你还是个小白脸呢 兴许是帝都千金 固然固大小姐 赏给他的呢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两件宝物呀 一直都是地下龙王的真相 曾经有人出价 你轻易地下龙王都没有办 叶武道 你该不会要说 这两件宝物 也是回地下龙王的吧 不错 谢谢张龙王送我 今日这场生日夜 能来这么多大人物 也多是张龙王卖给我 念死亲爱的 哈哈哈哈 不不好意思啊 我实在是没忍住 你呢 也不要太虚张声势 你的意思是说 张龙王 是你小弟 他做我小弟 他还不配 他顶多是我家的一个仆人吧 别吴道 你就别说了 你越说越不招编辑了 来人呐 把他给我轰走 给我轰走 等等 就这么让他走了 是不是也太便宜他了 刘刀 既然你这么想装逼 你刚才不是说 这随猴猪和何世纪 是张龙王送给的吗 没错 确实是他送的 那你知不知道 如果张龙王 知道了你拿他的东西 你会是什么下场 那你可以让他过来 试试我就知道 你想没有种 喂张哨 你可以进来 张龙王来邀请我们参加 唐小姐的生日宴会 刚刚听说 有人拿了张龙王的 压箱底宝物 念无道 这个人 该不会是你吧 七顶九分战将 就是这个阶分子 他竟然说这宝物 是张龙王给他的 还说张龙王只是他的仆人 张哨 这小子侮辱您父亲 不能不管啊 你就是业务当 做什么春秋大梦 敢说我爸是你的仆人 还敢奉充我家的珍藏 张哨 怎么了 这好像是真的 张哨 你没看错吧 这是我张家最珍贵的两样宝物 我怎么可能认测 是是是 说 你是怎么从我张家藏宝库里面 偷出来的 偷 我用你叫偷吗 不是偷了 那还能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我 我爹是地下龙王 敢拿我张家的东西 你撑了熊心猫子胆了 来人 把他给我带走 带走 无道哥哥 你快和张公子说实话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张龙王是道上的大佬 没有人敢得罪他 你要是躲遮了他 是不会有好想象的 张绍坤是吧 嗯 回去告诉你的父亲 让他现在马上滚过来 你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如宾 他手上带的那个班纸 是我顾家的信物 是我遗落在云顶天宫的 他带的那个班纸 是我顾家的信物 是我遗落在云顶天宫的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确定 我确定 难道说 他真的 找死 等一下 顾大小姐 你这是 这两件宝物 你可以带回去物归原主 但是叶公子 你不能动 顾小姐 我知道你是地图千金 但是这么做 怕是不合规矩吧 毕竟你是我父亲 邀请来的客人 那再加一个我呢 这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拿人的东西 坐你一边去 即便张东王当面 也不敢不卖给我这个面子 就封战家 我 唐小姐 我知道你们唐家 想要承办数日之后的 神王宴 对吧 是 那这样吧 这次的竞拍会呢 我自愿退出 转而为唐家 无条件提供资金支持 全力帮助唐家 成为神王宴的举办方 如何 全力帮助唐家 成为神王宴的举办方 如何 顾大小姐 顾大小姐 你这 顾大小姐 如果有您的帮助 我们唐家 真是万分感激 雪一样 赶紧谢过顾大小姐 顾大小姐 我和你并不熟吧 你为什么要帮我 很简单 我的目的呢 只有一个 你得取消和叶先生的婚约 把它让给我 什么 你这话的意思是 要我离开武道哥哥 不错 一个亿 够吗 两个亿 算了 我直接给你十个亿吧 记住 是给 不是借 十个亿足够让你 再造一个唐家了 雪一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你答应下来 这可是打着灯 都找不到的好事啊 唐雪一 我早就跟你说过 叶武道和顾大小姐 有一腿 她就是顾大小姐 养的小孩子 你还不信 今天怎么着 哼 你还处处 替你的武道哥哥说话 我都替你害死 果然 我业武道跟谁在一起 不跟谁在一起 都不管你任何 雪一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可以我还一心一意地想着你 可是你呢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 是谁在你出狱第一时间去接你 是谁为了和你在一起 第三下次的求别人 又是谁 在所有人质疑你的时候 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是我 可是你是怎么对待我的呢 雪一 别说了 我对你真是太舍了 拿着你的臭钱 和顾大小姐在一起吧 你听我解释 别和我解释 这会不还原你 你走 你现在就走 雪一 事到如今你总该知道 谁对你到底是真心的 好吧 你放心 帝都顾家 虽然是道 但是你别忘了 这可是在云城 强龙海不压地头蛇呢 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的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 我龚云飞的厉害 便宜了业武道那小子 敢偷我张家的东西 我就应该废了 你又废了谁啊 爸 你来的正好 看我发现了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业武道那小子 敢偷咱们家的东西 被我当场抓获了 爸 你打我干什么 打你 老子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八戒的机会 都因为你 全给老子破坏 爸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到底是哪个张业的东西 告诉你 你这东西是偷的 这个是我金星为唐小姐准备的礼物 都他们因为你 却给老子破坏了 老子姐姐 被打死你不可 你把他 不好意思啊 让你见笑了 这个是我金星为您准备的礼物 呃代表着 朱莲碧鹤 祝您和您的爱人能够 长长久久 请您务必收下 这是我的一点 想想信音 什么情况 朱莲碧鹤 长长久久 还一片心意 没想到 这个业务道 还真就勾搭上了 陆家的千金 那我们又想参加 神万业的竞拍 就只能靠公家了 那不靠公家 能靠谁呢 你妹妹清高 我让给钱 她都不要 哎 唐醒员 我可警告你 这次神王宴 可是我们唐家 结起的唯一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能低头 守公照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爸 千真万去 张龙王就是这么说的 这么说的话 张龙王分明是看上了唐雪 为国的美人一笑 可真能下得起血本啊 不过这也没什么 唐雪仪是云城第一美女 而张龙王也丧了十几年了 这老牛吃嫩草 也很正常嘛 那您的意思是说 我公家要想四把江南 在道上必须要有人撑腰 而张龙王就是最佳人选 所以 岳飞啊 那公家大业 就一定要牺牲唐雪仪 这个你明白吗 唐雪仪电话 哎 哎雪仪 我也正准备找你呢 你出来吧 我请客 张龙王今天可是下的血本 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一下 龚大少 我找你是想聊聊 神王电竞拍的事情 你先出来 只要你出来 你选得好 哎 先生 请问你是这里的业主吗 是啊 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突然有点内急 兄弟们都忙 抽不开心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啊 不需要做什么的 哎 快去快回啊 哎 谢谢谢谢啊 固然 你不要恋爱呢 现在还不能确定 业无道就是神王大人的 可是我记得班纸是遗落在云顶天宫的 谁要是带了班纸 谁应该就是云顶天宫的神王大人 业无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还不明显嘛 站岗了 原来你就是云顶天宫的保安呐 固然 我就说你不要这么早下定论嘛 幸亏啊 我们提早过来看了一下 叶先生 你手上的班纸是我顾家的信物 为什么会在你的手上呢 还用解释吗 这还不够明显嘛 肯定是神王大人啊 丢到外边了 被他寻邀的时候啊 捡到了 啊 好明白 今天在生日宴上 你们之所以说出那些话 是因为觉得我是神王 不然呢 你以为我们家固然 会看上你这个囚犯呢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把东西交出来吧 这个东西 不是你可想要我 我也不稀罕 还有 云顶天宫的别墅区不欢迎你们 你们赶紧滚吧 笑话 为了能和神王大人成为邻居 我们在里面刚刚买了一栋别墅 你一个小小的保安 有什么资格让我滚 喂 叶先生 我刚才看到龚云飞来酒店 开了个总统套房 还带着唐小姐 什么 好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谢谢啊 你好 请问一下 刚才那个人是这里的保安吗 当然不是 他是我们这儿的业主 我是拜托他帮忙给我看一会儿的 对了 你们是这儿的业主吗 不是的话请不要在这里站着 我们当然是业主了 你是三号栋的业主 你就是林如冰 不错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 三号栋的别墅暂不出售 您也被限制进入内 公商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哎 别着急走呀 别着急走呀 我已经给张龙王打过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到了 张龙王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做我的女人 我要你做事 我去做事 懂了吗 你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陪陪张龙王 是让你把张龙王陪高兴 钱 无所愿 神王宴 无所愿 啊 你想要什么 那都是你的 你 你就是无耻的混蛋 你居然想让我陪张龙王 你给我滚他 你 你别他妈听也不要脸 我告诉他 唐家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你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不过就这么管你交给张龙王 一定可惜了 趁现在还有时间 帮你笑一下 好好玩玩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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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啊 啊 把这些都拖你下去 一会你就会欲牵欲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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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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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敢对雪姨做什么 你放屁 张罗王既然能送给他那么贵重的礼物 就说明张罗王子军看上的雪姨 只要我把雪姨信给了张罗王 我们公甲和张罗甲中间何必必能称霸江南 若一还没同意嫁给你 就把他当作交易问题 要是真的同意和你结案 他会笑他伤了个伤害 今天 我就灭了你 若一辈 找我什么事呢 哎 张罗王 你哪个正好 业务都要杀我 业 业先生 业先生 郭云飞说你看试了唐雪姨 这都是挺大的误会啊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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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我真的什么都 我真的都 张罗王 他叫我过来我想来的 张罗王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给他下跪 是 好那个郭云飞 你怎么害死老子 弄心点废了你 张罗王 我没做错什么呀 是你看上了唐雪姨 我就是成全你 你怎么还敢说 我算是什么东西 再接下来 我早就都一楼都不是 敢对傅冷戏在面 你他们找死 可别来这老子 来着 不是叫我爱你 先生 这家屋要怎么处置 请您发落 郭云飞 我给过你好几次机会 你都不好好珍惜 说吧 想怎么死 我都成全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觉得张罗王都对你这么恭敬 我到底哪个关键出的错误 这不应该 绝不应该 绝不应该 张罗王 别让他死得太痛快了 书下明白 快 等 等 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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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你没事吧 舞蹈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快去陪你帝都大小姐 绝衣 我今天只陪你一个人 谁也不陪 你 你死了好惨啊 你放心 这个仇 我一定给你帮 你不要全部加印 我再说不辞 好了别哭丧了 不就是死了个儿子嘛 你外边有那么多亲父 死生子肯定很多吧 才没够 叶少王 那个叶无道 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本来想拉着张罗王一起竞标神龙燕 没想到 现在张罗王跟叶无道一起联合 才让我儿子出事了呀 没有那东西 区区一个张罗王就把你吓成这个德行 叶无道啊 叶无道啊 看来这些年你在监狱里还真不是一事无成啊 还攀上了张罗王这样的靠山 叶少 张罗王可是盗上的 我们公家对付他 怕是 什么 他叶无道 要是攀上消龙战神这样的靠山 我可能还要让他 区区地下一个老大 我帝都豪门的叶家 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叶少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叶氏家主令 可以号召将南道上十三位霸主级别的人物 拿着他灭了张罗 这叶无道就是我的手中之物 想怎么拿你就怎么拿 是 明日的竞拍 我们公家 还需要参加吗 你不仅要去 你还要拿下神王燕的举办资格 你公家 就是我叶家在云城的代言人 懂吗 我叶家最终目的就是要一睹神王的风产 有了神王的支撑 我叶家就可以傲视龙城 你醒了 昨天晚上你体力透支 还是再多休息一会吧 昨天晚上你对我我 这 你们这是干什么 唐学一啊 你应该是我的乖女儿 你怎么跟这败物上床了 这无稀的叶无道 你却敢欺负我妹 我干死你 哥哥你误会了 不是这样的 无道哥哥昨天救了我 要不是无道哥哥 我昨天就被公云飞给欺负了 哎呀你真是要欺负我呀 你现在还敢提郭云飞 郭大少已经死了 郭家把我们唐家列入了黑名单 要不是今天是进卖会 郭家肯定对我们动手了 什么 郭云飞他死了 无道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雪姨 欺负你的任务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是郭云飞该有的下场 哎叶无道 或是你转来的 是个男人的话 等郭家找上门来你自己承认 你别连累我们唐家 放心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连累别人的 反倒是你能放任郭云飞 胡作非为 是不是也应该给个说法 我那是为了唐家的未来着想 现在倒好 郭家跟我们彻底撕破了脸 我们拿什么参加进白会啊 爸 我们只有拿到十万样的举办资格 这郭家才不会对我们轻易下手 要不然我们唐家危在旦夕啊 是啊 现在只能破釜沉舟了 砸上所有的家团 这怎么办呀 都怪我 早知道就不来找郭云飞了 这不来 你 好有点 你 也无道 你要是个男人 你不把这责任负极来 像是跟王金一总有事 没有人带开 放心 我会对协议负责的 这个不用你们说 协议 穿上礼服 咱们去参加竞拍会 真的要去参加这次拍卖会啊 这次竞拍会 怕是整个江南省的大佬都会参加 而且 情交架 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我必须参加 叶长风都已经知道云城来了 现在 我只能找神王这一个靠山了 叶家还真是死性不改啊 你都被逼到云城了 他还是对你不肯放过 叶长风这次来 我估计应该是为了叶无道 怕叶无道真家产吧 其实我隐约觉得叶无道会有生命危险 你现在都自顾不暇了 还管得了别人 走陪你去去 如果谁敢欺负你 递给收拾他 你们还真敢来拍卖会啊 等我们公家拍下神王宴的举办资格 唐家就等着覆灭了 公家主 这是个误会 这件事情和我们唐家没什么关系 闭嘴 我们公家 碾灭你们唐家易如反掌 就说那么多了 咱们等着瞧吧 爸 别求他 在场来了这么多大人物 神王宴不一定就落入他们公家 再说我们唐家也不差自己 莫要多事 公家主 这一次的拍卖 我固然也是在这个花落谁家还未可知呢 顾大小姐 我听说你是从顾家逃出来 手里的资金也没有那么多吧 如果你代表顾家 你忌惮你三分 嗯 还有你 你说你们唐家不缺资金 那你是大错特错 什么意思 很快你就知道了 各位安静 这次拍卖会 事关注大 首先我们需要验证各位的资金 是否达到拍卖会资格 云城唐家 并未达到拍卖会资格 如果拿不出十个亿入门资金的话 唐家将会被撤销此次拍卖会 你并胡说你 不可能 你搞成熟没有 那可是至尊黑金卡 抱歉唐家主 您这的确是至尊黑金卡 但隶属于境外 而今日云城所有银行都关闭了对外结算业务 所以您的至尊黑金卡虽然无比尊贵 但却并不适用于今日的场合 什么 关闭了结算业务 这怎么可能 我早就说过 你们唐家没有拍卖资格 赶紧滚出拍卖会 比影响了大佬我们的竞拍 完蛋了 爸 这肯定是公家搞的鬼 我就知道公家不会放过我们 业务大好 这事都怪你 公家没有那个能力 能耗领整个云城的金融系统 我看这背后 是帝都的叶家在作祟 这怎么办呀 五道哥哥 你帮我想想办法 你不是还有随后珠和和氏币吗 对 我怎么没想到呢 拍卖师 唐小姐 唐家的资金准备就位了吗 什么 随后珠和氏币被人抢了 是谁做的 随后珠和和氏币那是张龙王的东西 不过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你们公家真是吃了雄心暴死胆了 连张龙王都敢 张龙王上个屁 给他个面子 叫他也是张龙王 不给他面子 他就是个混混 之前你们讨好张龙王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看来 真的有人在背后给你们撑腰了呀 唐家又完蛋了 十有八九 十一一成功在由公家撑腰了 唐家毕竟是个小家族 本就没资格竞争了 唐老师 什么时候开始拍卖啊 总不能让我们所有人 为了一个小小的唐家去瞧钱吧 哎呀 准备了这么久 这全都完了 薛姨 你真的想让唐家去办神王爷吗 即使唐家不去办神王爷 也会成为云城来自省城的主宰 好了你都别吹牛了 我不想让我爸失望 可是现在 我一个电话在上 等一天啊 张龙王 我说叶无道 说你吹牛你还喘上了 你一个电话 就能解决唐家的拍卖资格 你以为你是谁呀 是逼 别拦我 我就是看不过他一只吹嘘的样子 本本纷纷做人不好 当个唐家的上门女婿 非要在这儿找存在感 喂小蓝 神王爷要与民同乐 取消情判限制 还有 我要修改一些规则 好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了神王大人 国主已经派遣 总督大人来到了云城 他给您带来你的惊喜 惊喜 惊喜 小姐 那不是你给小行人钱了吧 我和业务道没有这些关系 我警告你不要再动了 不休时可以 白粉 今天还真的是不幸的好日子 刚刚得到消息 神王大人已经取消了此次拍卖限制 今日到场的所有贵宾都可以参与此次拍卖 嗯 可以 什么 怎么能这样呢 这太不公平了 我们这些豪们准备了这么久 说取消限制就取消限制了 那岂不是那些阿猫阿狗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醒拍了 翁家主 这是神王大人的决定 如果您有意 我现在可以请来消我们战神 您可以跟他登陌 这 这是 那还是算了吧 太好了舞蹈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唐雪妮 你还真是个恋爱呢 这不过就是一个巧合而已 你也太感染了 哼 不要你的 不差 大家安静 拍卖会马上开始 去 待会去拍你第一个去 下次能叫到底就叫到底 真是非是 现在大家可以交价了 那个 我交价一万 哈哈 哈哈 哎呀 你还真好意思叫啊 一万 此前要求十个亿才有起拍资格 虽然刚刚取消了起拍限制 但是你这一万也太离谱了 可是找找充局吧 不啰嗦了 叫价十个亿 多加一个亿 多加一个亿 我十三个亿 我出价十五个亿 神王宴 实在地 我叫价二十个亿 神王宴是我公家的跳板 认识了神王 我公家就可以制霸省场 真是个笑 咱们参加拍卖会 就是个笑话 没办法 他们财力太雄厚了 我也只能叫一次价 爸 要不就这样算了吧 唉 你一定在这丢人现眼 回去 走吧 回去 还没有结束 花了谁家还说不定呢 先别着急走 这不明白 谁出价高 谁就是赢家 反正轮不到我们唐家 这可说不定 说不定神王喜欢反其道而行呢 五道哥哥 这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可能神王 不喜欢他们 争来争取的嘴巴 哼 我看你真是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你觉得 你觉得等个屁用 你又不信神王 此次拍卖结束 出价最高者为公家 出价二十个亿 你们继续跟我生啊 我敢豁出公家的全国险家 你们干嘛 别无道 我麒麟子被你害死 咱们走着瞧 你要能活过今晚 我跟你一下 这么着急 弄出了嘹牙 甚至太着急了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骁龙战神登场 宣布神王宴会的官方 很高兴大家能踊跃参加 此次拍卖会 公家有钱哥 本应没资格参加此次拍卖会 但是神王宴一视同仁 我就不再追究了 我刚刚得到通知 本次拍卖会 规则有一点感动 并不是架高者的 什么 什么意思啊 拍卖不是都是架高者的吗 神王大人怎么能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相提并了 神王大人说了 本次拍卖会 架低者得 神王大人不差钱 够差事 所以 不要以为你们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两不起 这是神王大人给你们的忠告 架低者得 架低者得 这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所以 本次拍卖会出价最低者 是唐家 恭喜唐家 获得本次神王宴的举办资格 希望唐家再接再厉 办好神王宴 顾可待了 爸 太好了 我们金牌成功了 哈哈哈 感谢战神 感谢神王 我做梦都没想到 我们唐家竟然 竟然要举办神王宴了 哎呀呀 太好了太好了 咱们唐家 这次又一飞冲天了 不 雪姨还是那个 哎呀 反正我们是要发达了 对 哈哈哈 这个神王 果然是一个怪眼 不可常理传的 嗯 不 这只能说明神王大人 根本就不在乎金钱 他只是想要给这些家族 一些教训罢了 那个唐家 运气简直好到报表 仅仅用一万块钱 就拿下了神王宴 把他们耍了团团转 大家都安静 除此之外 我还带来了国主令 我这里 有三份特质的请柬 大人 这个请柬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有三位女士 曾经和神王大人 有过一段缘分 所以神王大人 特意准备了这份 成龙请柬 寓意着成龙快婿之一 成龙请柬 不错 接到这份请柬之人 在神王宴上 会得到神王大人的青睐 和神王大人喜结怜怜 那到底是哪三位女士 这么幸运啊 如果能被神王大人选中 那岂不是一步登天 将直接成为龙国最右眼的女人 是啊 敢问战神大人 这三位女士 都是谁啊 接下来 有请这三位女士 上台领取 成龙请柬 林如冰女士 固然女士 黄雪怡女士 请上台 既然有我们 我们也曾和神王大人 有过缘分 这个神王大人 一定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人 但是我们朋友圈的重叠度很高啊 以前 我的偶像是消灵战神 现在看来 他不会如此吗 我竟然也能被神王大人所青睐 走过来 我们一起上台 这也是一种荣耀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有了成龙挺铁 就是神王夫人的候选人 叶家就会收敛不收的 那好吧 走 雪姨啊 你听到了吗 有你的名字 真是太好了 是我们唐将祖上积德 不仅拿到了神王宴的举办权 就连神王大人对你亲力尤加 快赶紧上去 爸 我不去 我已经有了五道哥哥了 我才不嫌什么神王 你糊涂 那可是神王啊 赶紧上去 别让镇神大人觉得我 我们唐家给脸不要脸呢 五道哥哥 我 先上去吧 拿了清帖再说 我道哥哥 唐家能举办神王宴已经很难得了 我不想要什么成龙请简 万一被选中了怎么办呀 你知道我喜欢的是你 薛姨 你能这么想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你想一下 林如宾是龙国将星 固然是地质的千金 你觉得你胜算的把握大吗 听你这样说 我就轻松了不少 既然国主有此安排 那么索性在神王宴会当天 我就跟你求婚吧 薛姨 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你 薛姨 坐吧 我危险 哪有什么危险 五道哥哥 你这是怎么了 别开妈娘 我有点害怕 五道哥哥 这是做什么呀 你先开车回家薛姨 我来解决后面的麻烦 他们一定是光家来报仇的 要走一起走 薛姨 我一个人办事方便 你也不希望成为我的麻烦对吧 薛姨 听话先回去了 那好吧 你要注意安全 你要是出事了 我也不活了 小子 你就是叶无道吧 能死在我们十三太保手里 也算是你的信 十三太保 不错 你不会不知道吧 张龙王只不过是十三太保之一 江南道共有十三位大佬 张龙王能认你这种废物为主 实在丢我们十三太保的脸 你们把张龙王怎么来 没怎么 无非是冲金波谷罢了 张龙王虽然只是我的一条狗 但是打狗也要看住人 一头人畜无害的小畜生 竟敢如此张 一起上 捏捏他 曲曲蝼蚁 你敢反抗本尊的威眼呢 你 你是魔鬼 上一个敢丢个动手的人 本头草都长不长高了 我很好奇 是什么让你们觉得 业务倒是叫出汗 神王大人 神王大人 老龙来晚了 不妨 随我去一个地方 是 送开老子 哎 哎 哎 妈的 喊什么喊 老子都打不中了 后面 老子告诉你 得罪了那位大人物 你那麽不为我好下场的 哼 你他妈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啊 交出云城所有的场子 老子饶你一条狗命 嘿 你就是帝都的叶家给你们撑腰吗 老子告诉你 叶家在那位大人物眼里 他妈屁也都不是 妈的 关住了 你哥 把他关住了 我这一杆子下去 你这满嘴牙可就没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跪在地上 任我为主 你是孝中叶先生 快 找死 乱动我的人 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没死啊 就凭你们这些漂亮小丑 还想让我死 弄着干嘛 把他围起来 小子 你还算是有点本事啊 怪不得张龙王会归顺你 不过 我们十三太保 也不是吃素的 是吗 我倒想知道 你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我 神行太保 手下有一千人 我 盖世太保 手下有三千人 我 费莽太保 手下有五千人 哼 我们这些人加起来 共有两万小弟 一人一口拖 哼 也能把你淹死 你拿什么给我斗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情 垃圾再多 充其量也只是垃圾 人多了 也只是垃圾堆而已 你 小畜生 你彻底惹怒了老子 我 我要亲手毙了你 你要毙了谁啊 你要毙了谁啊 你是零前辈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已经十几年不在江湖上走动 以为你们都忘了我呢 那怎么可能呢 想当年您可是江南道上的总瓢巴子 那是明镇三江想当当的大人物啊 您扬名立万的时候 小的还只是个结溜子呢 那就简单了 马上放了张龙王 从此以后江南道上 以张龙王为尊 以门克国 不然 免不得一番血与腥风 哈哈哈哈 就说呢 你能安然无恙的过来 搞了半天 你是零前辈的小丽啊 不过 你这算盘也是打错了 零前辈 此事 关系到帝都叶家的谋话 在下一人无法做出 此子是帝都叶家的弃子 是叶家必杀的对象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情 零前辈前来 不是来给我撑腰的 而是 替你们求情的 求情 他是怕我在江南道上 掀起血 你 你开什么玩笑 你到底什么人 血龙剑 你怎么会有血龙剑 这一拳 我只用千分之一的功 如果你能接得住 这告诉你 是何人 全神精工们的尽段 骨骼已碎 这一拳 起码由神经修为才能做到 你 你到底是谁 若 带着 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资 我知道 是 我给你 林千俊 张文王就交给你 至于其他人 不归水 雷霆镇压 是 爸 你快救救我孟哥哥吧 孟哥哥出事了吧 好了 哎 叶 叶 叶 添 咱 bientôt 惹上髋冲 咱 打个这点 行不行 叶无道已经活不成了 难道你忘记了公警天的拍ment会上就尽一招了吗 不 这不可能 决业 够了 你的任性 让我们唐家积犬不宁 现在叶无道已经死了 我们没有并要管他 我们还是要好好准备神王叶 一旦被神王选重了 到那时 我们唐家 谁都不怕了 我 埃 唐晓忆 你知道什么 你赶紧放下 你们 你们不要逼我 我只要五刀哥哥一个人 你们 你们最后 好了 唐晓忆 我跟你说实话 我们唐家现在是危机重重 你知不知道 公家已经切断了我们唐家所有的合作商 现在宫景天还要我们唐家去讨汉 我们唐家都自身难保了 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 你在那里要死要活的 要点脸啊 什么 爸 我们赶紧走吧 公家那边的户口人啊 去完了 我们唐家也一人一把水果刀 像唐卷一样 没活着得了 我已经来了 唐家倒是很识实物嘛 你必须要不到的常态 公家说 我们在沈黄院之后 我们唐家得到了所有房属 愿意与你平分 你就放过我们唐家一马吧 我只是个代言人而已 现在 业无道已经死了 我替地都叶家传话 我们可以停止对你们唐家的商业攻击 甚至可以将你们唐家 纳入地都叶家的商业版图 什么 真的是真的 那还太好了 我公家能有今天的地位 少不了叶家的佛事 什么 原来 原来都是帝都叶家搞的鬼 可无道哥哥藏眼也是帝都叶家的一员呀 他们怎么能手足相残呢 哼 幼稚 豪门从不讲手术 只讲尸体 叶少 是帝都叶家的继承人 想让叶无道怎么死 他就要怎么死 这 哎呀我的傻妹 你赶紧闭嘴 叶无道已经死了 你说你为一个死人说好话 有什么用 但是 你们也不要高兴的探扫 叶少只有一个条件 让出神王宴的举办资格 然后 他愿意自愿交出成龙铁 什么什么 公家就不可呀 我们唐家就指望这一次神王宴的 都交出去了 我们唐家就失去了 接着几个机会呀 现在不是机会的问题 生一死的问题 哎 你干什么 哎 你干什么 血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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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唐家出事了 五分钟之内我要知道唐家人在哪里 今天很感谢各位大佬的前来 在帝都叶家的支持下 我公家 准备建立云城商业协会 本人毛遂自建 担任会长一职 既然有叶家背书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 不会的 我们都没意见 不知道我们加入协会会有什么福利呀 福利当然有了 大家都知道 这次神王宴的主办方 落在了唐家 可是 齐取唐家 何德何能 所以 我觉得 每一个加固协会的人 都能分一杯羹 共同举办神盟宴 共享神殿 我签过来 会长 这 这合适吗 唐雪衣毕竟是神王下了清姐的女人 放开我 放开我 他只不过是个凑数了 实不相瞒 我已经得到消息 一度叶家 已经选定黎如冰 林镇江 即便是固然 可能性 都比他大得多 我觉得 他不过是顶着云城第一美女的口线过来的 如果 脸被刮花了 不知道神王大人 能不能看得上他 哈哈哈哈 公教徒 不要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有什么中我来 你说我 怪是怪 我不该跟我们公家作对 现在知道我们公家的厉害了吧 我改主意了 这么漂亮的女人 脸刮花了 太可惜了 我如本了 我挖光张蓝 神王应该不会看上一个 将来的女儿吧 不要 哎呦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救我啊 我老公快救我啊 郭老肥 我们躺下 你就认识 永远当你孙子 你怎么还这么对我们 我要杀了你 老子要杀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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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乱吧 你的无道哥哥已经死了 啊 即便他不死 他也只是我脚下的垃圾而已 啊 继续拔 拔光 哈哈哈哈 哎呦 又闹来了 啊 天呐 他竟然没死 他怎么活着 老道哥哥 太太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 我都快担心死你了 对不起薛姨 是我来晚了 我答应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离开你吧 不 五道哥哥 你别管我 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快走 没想到你小子命啊这么大 不过你来的正好 今晚我要让你生不住死 房价的事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 你们做没做好死的就是 狂话 行业的 你现在已经没有人比车腰板了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杀我儿子 死掉预辜 不会的 不要着急 咱们慢慢玩 业无道是吧 跪在我的面前 叫我三生主人 我可以让你像狗一样活着 是 瞎了你的狗眼 我是 我不需要知道 四十天 你 你要完蛋了 敢当众行凶 你刚从监狱出来 你要进去 你的女人就会成为我们的玩物 我业无道 当年一刀射一场 一人阵一狱 一刀射行天罢 今晚三十万 敲小 尽责人 而当时 我们这群猪虫又在干什么 我今天只有一句话送给你们 动我亲友者 比杀职 是我经济者 一斩职 你小子够狂的 云城的豪门你都放在眼里 看来你是想打开杀戒了 九龙战将 你赶快过来 这里有人滥杀无辜 破坏云城的治安 你 你不要过来 这些都是地独的夜家护法 一个个都是画性大宗师 顶尖高手 这么多护法用来对付你 也算是看得起你了 看来夜长公还真是下了血本 不过你们却搞出了一些事 你们对付我 我全都接着 可是你们千不该 万不该 对唐家动手 事到如今 你竟然还在相成 各位护法大人 把夜无道过空给住 接下来 我就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尘尘云城第一美人的味道 我先来 走 你发开的 臭女人 我儿子得不到你 我提拉完成这个心愿 你好大的狗胆 夜长公刺史之中都弄错了 我的靠山不是孤单 更不是招了我 不需要任何抗战 因为我自己就是最强的抗战 我自己就是最强的抗战 你不要闹 你这是在行凶 还不开出手 我为什么要住手 因为你已经做错事了 现在马上放开公家主 不要一错再算了 我乃九共战将 不是在劝你 而是在秘密 现在 你已经触犯法律 我很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作恶的时候 你选择当瞎子 而我选择反击的时候 你就会睁开眼睛 看得一撑而出 你为什么 你还不笨 因为实力问题 唐雪姨 如果你对她好的话 就让她赶快放开公司 束手就擒 说不定 我可以对你有情情吗 胡刀哥哥 你快走吧 你赶紧逃 我不想让你在监狱待一辈子 进监狱 你瞎的吗 你犯的是死罪 是要被击毙的 我告诉你 你赶紧杀了我 我能 这个世界就是残忍的 有实力才能是人上人 公家动我们没人管 可是我们要是动公家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无刀哥哥 你快走吧 话已至此 夫妇 你以后也不要再是唐家动神 唐雪姨是神王的女人 我和她虽然是亲征关系 但我也想付给你的 而你 我可以给你一次逃命解 两分钟后 我会对你实施抓捕 能跑多远 就看你的本事 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一次 还不走 圣无表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就是个圣无表 你敢如此评价我 难道不是吗 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 两军交战 先杀圣 收起你们虚伪的人赐 在我面前 没这个资格 你 你 没这个资格 你敢打本战将 不是再敢多说一句 不连你一块上 今日 整个会所 所有人都别想离开 十三大宝 见我见我了 一个别了 是 你怎么可能 他竟然暴力 将来所有的魁首 这个男人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 少爷 将难道所有魁首 全部犯变 业务道全身而退 而公父 已经死了 喂 朝方 远程那边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啊 爸 那 有些固然一事 我已经在进行中了 最多 最多半个月 简直是废物 你是不是忘了这次去云城的目的 固然 你必须拿下 要不惜一切代价 在神王宴之前 你必须把固然搞到手 只有这样子 我们两大家族才能强强点手 这样 我叶家 在我有生之年 就可以称霸龙国 更何况 我叶家 有大诸国成交 你怕什么 尽管放开手去干 可是父亲 你 你夜无道 夜无道不足为律 我受国主邀请 即日启程 去参加神王宴 明日就可到达云城 至于夜无道 我随手捏死便是 我明白了 父亲 至于那个固然 小意思 我今天晚上真的 把人给过来 我道哥哥 我道哥好 我道哥 放心 他没事的 只是受了点伤 没有什么危险 那真是太好 我道哥哥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多亏了人 傻瓜 我不是说了会保护好你的吗 我道哥哥 十三太保抗你了 为什么会听你的 还有 你和张龙王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 他们是我的 喂 夜无道 你有时间吗 出来一下 我找你有事 抱歉 没有 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并也在的 这个女人 有她在我更不会去 夜无道 我有事问你 限你半个小时内 到荷塘月色酒吧 不然我现在就是带不你 你这个女人 你真的 怎么了 我道哥哥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没事的 你乖乖在这儿养伤就好了 啊 夜无道 你知道了 来 让我姐妹喝一口 说吧 说我什么事 你这是说话怎么 夜无道 你应该知道我从小就和你们叶家有婚约吧 我本来以为撕毁了和你的婚约我就没事了 但是你们叶家却执意要让我嫁个叶长风 叶长风 没错 就是叶长风 此人很邪性 虽然表面看起来风不翩翩 但却是你们叶家最心狠水辣的 喂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算了 我没说吧 夜无道 你到底能不能使唤的那种十三太宝啊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光顾染一次呗 毕竟十三太宝是地头蛇 夜价应该会有所顾及的 你堂堂龙国匠心 你闺蜜的事 难道不应该是你的事吗 我有诸多不变的 不能踩红线的 而你不同 你毕竟不是 我毕竟是蹲过监狱的 是个劳改犯 所以不用在乎所谓的前途是吗 你 你说话怎么总是那么结算刻薄呀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你俩别吵了 夜无道 我宣布 我不和你退婚了 你说什么 其实 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有的时候 我还挺羡慕唐雪颖的 你处处都维护着她 反正唐家人也瞧不上你 你干脆和我结婚算了 我做大 他做小 你觉得怎么样 顾小姐 你有病吧 而且病得不轻 你喝多了 顾小姐 我没有喝多 比起唐家 我顾家那可是帝都豪门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找叶家复仇 你看 你要是入坠跟我成婚的话 那我顾家岂不是你强大的后盾 算了 不管是唐家还是顾家 我看中的都不是背景和实力 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靠山 不需要其他的靠山 你有没有搞错呀 追我的人那可是从云城都排到帝都去了 你竟然莫为所动 难道是因为我的身材 不认为唐雪姨 你看清楚啊 好了 我和雪姨那是两情相悦 至于你 还有你身边这个冷酷的战将大人 有哪两块哪呆着起伏 你醒醒 你 我怎么也有点运 这就有问题 业务道 你救我 救我 救我 确实有点问题 算了 陪你们忙吧 呦 业务道也在 看来 不用二爷亲自动手了 大哥 这还有个美元呢 去你爸的 这他们是龙国战将 老固人 跟业务道 给我带手 不敢打林如斌的主意 倒敢打我的主意了 你 你怎么没事 我还没去找叶家算账 没想到你们亲自送上门来 愣着干什么 屁股上 抓住叶务道 重重有赏 大少爷 饶命啊 是叶成峰让我干的 跟我没关系 念在您 也是叶家人的范儿上 别杀我 别杀我 大少爷 这个声音 我倒是很久没听过了 回去告诉叶长方 明日 我会带着我母亲的派位 亲自登来 这内恩怨 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这两个女孩真是难办 这不是很感冒的 干杯 也不到 他要干什么 竟然敢脱本战将的衣服 该死 我 我动不了 动了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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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一点 你忘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了吗 昨天晚上 我们先去酒吧 建了夜舞蹈 然后 我就感觉头好沉好沉 后来就什么都记不住了 该死 我昨天看到夜舞蹈脱衣服了 什么 脱你衣服 难道说 真是色胆包天 一定是夜舞蹈 趁我们不注意 给我们下了药 然后把我们带到酒店里来 对 对我们做这种事 这个夜舞蹈怎么是这种人啊 我们两个 他全部都 这件事没完 这次熊龙院 放眼整个帝都 也只有我夜家 被商城邀请 由此可见 神王 对我夜家 重视成度 哎 我听说啊 这个神王好像也敬业 说不定和咱们夜家还占金带雇呢 嗯 不错 但不是所有新夜的 都是好东西 这个夜舞蹈 是该杀 说到这个啊 我倒忘了跟你说了 昨天我拍手下的人 人去抓捕着 结果在酒吧遇到了夜舞蹈那小子 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把我派去的人都给解决了 这个夜舞蹈 不足为虑 到神王爷过后 我自会解决 就让这小子 再多蹦了几天吧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自己送起门来的 我自己送起门来的 明知道我今天 你还不快逃跑 还跑到这 咋咋不过 你这是在挑衅我 你还没有资格让我挑衅你 月徒 月舞蹈 我本来想给你这一脉 留一活可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 既然如此 别怪我心狠手辣 雪途 乃是我夜家四大护法金刚之一 有万夫不当之勇 百万敌东 与敌将首席 犹如探囊群 今天 必死 是吗 夜舞蹈 我今天在给你最后面子 现在跪下给我道歉 我可以原谅你最近对我的决心 并且啊 让你当我的一生 谁当我的一生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送死 你 你小子居然这么强 我警告你啊 我是帝都夜市的嫡妻 你 你不要过来 这次 怎么 这就下的不行了 夜舞蹈 你是我二叔 从小看着我这么大 我父亲更是把你当作情统手足一样 但是你却害死了他们 我是带着身份来的 你敢杀我 云城明天就要到翻天 明天就是神王宴 在这么关键场合出了这么大事情 你以为能跑了吗 神王宴好 那就等到明天的神王宴 我先不杀你 到时候 我让你孤立无援 我让你在绝望中死去 整个夜间 都保不掉你 你一个狂妄的小子 你可别后悔 谁后悔还未可知 好好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吧 明日就笑不出来了 许一家 今天可是神王宴重要的日子 你别忘了 你可是得到了成龙亭帖 有机会成为神王的夫人 千万别再找你舞蹈了 知道吗 爸 我都说了 除了舞蹈哥哥 我谁都不嫁 大学一 你给我闭嘴 你知不知道 前两天我们唐家差点就没了 你要是能成为神王夫人 以后谁还敢动我们唐家 若非要这样的话 那今天的神王宴我也不去了 你敢不过去 我绑 也要把你绑过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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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是退院来接陶小姐参加神王宴 陶小姐 夜仙事已经在神龙宴等您了 您跟我一块过去吧 舞蹈哥哥也去 他为什么必要我去啊 难道他想让我嫁给神王大人 您还是跟我去了就知道了 好了 什么情况 哎呦 爸 我们也赶紧走 我们是神王宴的办法 我们得去迎接宾客呀 对对对 走 哎 哎呦 呦 张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没人敢欺负你 那个 这张罗王 这这这啥情况呀 他突然对你这么可惜 这还用说吗 我觉得张罗王肯定知道点什么 没准啊 神王大人真的会选你妹妹 哎呦 爸 你还真信啊 听听得了 那个 林如宾和顾染 那个不比他强买卫呀 徐一 跟我走一趟 武道哥哥 干嘛去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神王宴马上要举办了 你带走我妹妹 几个意思 没错 雪姨收我成龙铁 一刻也不能离开 燕会厅 放心 没有我 神王燕是开不了的 你算个屁 看把你能的 你只想带着唐雪姨私奔吧 想得懂 好了 哥 爸 我既然答应你们了 我就不会离开 不到哥哥 我们走吧 叶家主 叶大少 你们总算来了 你们哪可是今天 神王燕上 最大的人物了 快快快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看今天有不少大佬到了 还有很多民宿 不愧是神王燕 是 叶少说的是 顾国医生 那个 公家的事 跟唐家 可没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那就看你表现了 对了 我听说唐雪姨也收到了成绩 你应该知道 我们叶家支持的是林如宾林战 知道 知道 那个公少 我妹唐雪姨 她就是个粗数的 她不过这一提 知道就好 滚吧 神王吩咐 不 其实没有叶家的细微 如果叶家想继续待下去 那就去边上这个角落站着 你说什么 张龙望 你不过就是江南岛上的混子 如此对我们叶家 黄云鸣 你给我滚过来 哎哎 回事 叶少 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 说 说叶家就只能站着 什么 这这就是消龙战神的吩咐 我就是个 传话的 我这 好 很好 消龙战神是吧 我看他是不想好了 等神王到我 我一定告他一顿 嗯 消龙如此轻蔑我叶家 我们走着墙 走 如并 你真的打算要在神王业上 撇发叶无道啊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固然 你就是太善良了 因为是叶无道欺负我们再见 我林如并眼里 从来不如傻子 九封战将 雾大小姐 别来无恙 叶无道在什么地方 我叫 敢问战将大人 是叶无道那里得罪你了吗 不错 我现在非常不高兴 九封战将 莫非这叶无道 真做了什么 提怒人员的事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 我们在酒吧喝酒 那家伙给我们下药了 哼 没想到 这两个愚蠢的女人 竟然把锅甩给了叶无道 不过这样也好 有他们出手 就用不着我们叶家了 这个叶无道 真是死性不敢呀 不过林将军 你放心 这个叶无道 已经不是我们叶家人了 要杀一本 行行遵命 要杀要割 经过我同意了吗 真是人靠医生 马靠安了 唐雪姨这么一打扮 竟然还挺好看的 陈姨 相信我 你一定是今天晚上 最要远的那个女人 叶无道 你竟然还有胆着 出现在我面前 昨晚 昨晚发生的事 真以为我会当没发生过 昨晚 哦 昨晚晚上 我本来不想救你这个蠢女人的 但念在女士 农国将心 留抵御敌寇之功 所以 我勉为其难地把你们带到了酒店 混蛋 你终于承认了 好你个业无道 你纠缠唐雪姨还不算 还要对林如斌和顾忍下手 你知道这三个女人都是神王亲典的吗 你一个都不放过 我看你今天怎么走出神王院 你说我放不到 到底什么意思 哎呀 昨天我们跟你去酒吧喝酒 然后你就下药 把我们带到酒店 然后 荒唐 这一定是林如斌这个蠢女人说的 对不对 是我救了你们 真正对你们下手的 是叶长风 你放屁 我堂堂叶家继承人 能干出这种出事的事 哎呀 不瞒大家呀 这个叶无道 曾经是帝都叶家气少 当年的婚约可是不少 巧的是 这林如斌 顾忍 还有唐雪鱼 可都是她的婚约对象 什么 林郑姐和顾小姐 竟然也和她有婚约 没错 我们承认 你们别误会 早在叶无道出狱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四个婚约 所以现在 我和她 没有任何心 叶无道 你听见没 人家早都跟你没关系了 你还在这里 做出这种歇重的事情 不要脸 不会的 我相信 无道哥哥不是这种人 唐雪仪啊 唐雪仪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你们唐家人 根本就看不上 叶无道 既然这样 我还是生日宴上的那句话 你离开她 让她成为我的男人 反正 我们都已经身体组织熟细了 顾忍 你那是什么呢 我没乱说呀 我的婚约对象 本来就是人家叶无道 反正叶家 也非要逼着我嫁过去 既然这样的话 嫁给叶无道 总比嫁给这个叶长公强的 固然 什么意思 他一个老改犯 怎么和我堂堂叶家 几十人比 你是脑子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 叶长公 你做的什么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你们都好好看清楚 尤其是你 是叶长公让我干的 这是明日假的 原来是你 你最以为我黎如银去乱身 您站住 这些事情 还是等神王宴结束以后再说 神王还没来 就闹出这么多事情 是不是有些 想您多主的意思 今天这笔账 我记着 等今天这件事结束之后 一定会找你叶家 套回公道 还有你 你明明知道怎么回事 却不告诉我 是想看我笑 喂 你这个人能不能讲讲到你 明明是无道哥哥救了你 你不但不感激 还这样说 你 也好 你们越是恩爱 就越没有人和我们抢神王大人 不好意思 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根本就看不上什么神王大人 我心里只有无道哥哥 够了 唐许议议议 你还嫌唐家不够丢人啊 人家都巴不得得到神王大人的垂青 可是你呢 非要跟一个老感犯在一起 还主动倒贴 你真是犯贱 有了 我以神王爷举办方的名义 攻击你 马上 绿沟 给我滚出去 就是 赶紧滚出去 你也不看看今天 都来了一些 什么样的大人物 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老改犯 有什么资格待在这里啊 什么大事啊 骁龙战神到 我受国主大人尾光 替神王大人 放神王宴 不仅如此 今天的神王宴 上面三位嘉丽 其中之一 将会受到 神王大人的求婚 所以 今天既是神王宴 也是神王大人的求婚圣宴 敢问战神大人 神王大人 到底选择了哪一位嘉丽啊 肯定是林如斌 林战将 神王大人可是一方强者 林如斌也是镇守一方 他们两个有共同语言 要是我是神王的 我也会选 我看不见得 神王大人 应该更喜欢高贵富有的女人 而固然是帝都顾家大小姐 无论身份还是地位 都跟神王大人相匹配 顾小姐 才是神王大人的两配啊 哎 不不不见得吧 我妹妹唐雪怡她 还是算了 没啥希望 见笑 其实神王大人早已选好 这人就是 唐雪怡唐小姐 这怎么可能 这唐雪怡凭什么 小王战神 你是不是哪搞错了呀 真没想到 神王大人竟然选了的是唐雪怡 这下有意思 神王大人 要放大 约约 郭道哥哥 我不去 我的小祖宗 这是什么场合 是闹着玩的吗 神王大人亲自选定 你不上去 我们唐家就保不住了 妹妹 这个是天大的荣誉 被神王大人选中 你赶紧上去 是啊 别让战神大人脚疼 雪怡 你先上去 待会我跟你一起上去 快快快 你还想上去 一会儿就该宣布 神王大人登场了 你以为你是神王 接下来 我们就要游戏 今天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那就是 神王大人 大家热烈欢迎 喂喂喂 你干嘛去 你没看见 大家都在屏住呼吸 迎接神王吗 你上去干嘛 玩去 可能是被神王大人的 胃压下的尿裤 伤了锁了 业务道 我站 我们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神王大人 见证他最浪漫的求婚居室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大人的事 他正在叫我 难道别再上去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耳朵毛 人家叫的是神王 不是装逼大王 哎你干嘛去你 假的真有病 哎 书编 你咋不上去拦着呢 我拦得住吗 我也想感谢他救了我 给他自己 结果这家伙不争气 难得咋不住 小姨 其实我早就策划好了这一天 就等着在神王爷上跟你求婚呢 业务道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唐许仪可是神王大人选中的 你竟然在这个时候求婚 小龙 你难道不管我吗 小龙 我看你是活腻歪 连神王爷都敢做人情 我不管和这个业务道是什么关系 但今天的事情 我一定会如实禀告神王的 一群有眼无珠之人 神王就在你们身边 你们却不识真实 护下小龙 拜见神王 神 神 神王 神 小龙战神 竟然给业务道吓毁了 什么情况 难道业务道就是那个神明而比的 神王 他怎么会是神王 我当他一直想不下的人 一直举手门外的人 竟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神王 起来吧 今天 我总有三件事要宣布 一件 举办神王宴 第二件事 和我心爱的女人结婚 第三件事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吴道哥哥 你 真的是 不错 退婚之时 只有你一个人履行了婚约 在云城这几日 也只有你 和我站在了一起 神医 嫁给我 让我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 怪不得 他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可笑的是 我还一直自询地位尊崇 和他比起来 我根本不配 所以这婚 会定 太疯刺了 现在晚上第三件事情 今天 我要为母报仇 叶长风 叶武德 当年你们逼死我的家人 现在 赶紧过着零死 我儿长风 从小接受最好的照理 付出了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 才走到这个位置 以后便是我叶家的掌舵人 你 叶武道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乞丐 一个蹲过监狱的 竟然能成为神王 好了 我们不服 给我灭掉他 一决过关 犹到 不服 你本来就是 扑腹在我脚下的蝼蚁 谁还爬到我神王的威胁 你也认识小万人之上 哼 我知道了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你们都在陪和他演戏啊 是吧 还有你们一个个的 萧龙 林如斌 固然 不想让叶江豪对吧 那我就先解除了你 葡萄哥哥 你觉得这种级别的武器 能伤害得了我吗 叶武德 你去哪啊 放开我 哎 什么的人 原谅我 您家出事的时候 我还只是个孩子 都是我爸干的 你饶了我爸 你混账 这么做不顿 为何你 原来把脏水扣到我的脸上 你现在给我住膠上是吗 谁想逃跑的 还不是你啊 你个溺死 把这两个人带回去 出以激性 是 神王 神王饶命 神王饶命了 神王大人 老儿有眼无助 多有冒犯 看在雪姨的份上 千万别难为我们父子 是啊 神王大人 以前是我狗眼看人的 是我有眼无助 我该死 我该死 你和雪姨 你会提哥说说好话呀 以前是哥 我做得太过分了 哥 我做得最干嘛 算了 吴兵不好意思说 那就我来说吧 神王大人 您就看在 我们都有婚约的份上 而且您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之前的误会 就一笔勾销了吧 你不会记仇吧 不然可以原谅 但至于林如兵女 神王大人 我跟你比起来 就是凡心比昊月 你想怎么惩罚我 都可以 真的什么的心甘情愿 都可以 这样 云丁天宫 还差一个厨娘 你去做饭好了 什么 你让我一个战将 去做饭 哎呀 如给你忘了 你看 林千月前辈 都甘愿去为神王大人 当金节宫呢 你要是当了厨娘 那岂不是天天都可以 见到神王大人了 多好 那好吧 学义 从今天开始 由我来守护你 我来守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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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一都是 我去后 你我去看不开 我去看不开 我去你的 我去看不开